好那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的APL區這裡 就是說會有四種可能的location 那我們現在就是馬上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這個規則跟做法 第一個是這個LL這種情況 那LL這種情況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下面這個圖我們看一下 下面這個方法我們看一下 假設 原來這個粉紅色這個APPL 就四頁這個檯面加進去的話 那這個trace balance就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們要加入這個APPL這個字 把它加進去 那因為我們是MySearchStream 所以你在要加進去的時候 你當然要搜尋一下你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那APR比這個MAP比AMAY還要小 所以它要往左邊 比AMP還要小 所以它要往左邊 比AUP還要小 所以它要往左邊 所以這個時候它應該加進去的位置 這樣才能夠保持我們這個 翻譯社區的特性 但是你要把它換進去的時候 你就發現 你的這個 你的BAN SPAC 就是我們的左邊的高度 寫右邊的高度 這個是0沒有問題 兩邊都是0 這個是1 左邊是1 右邊是0 這個呢就變成2了 這個就變成2了 左邊是1 左邊是1加1就變成2 右邊呢是0 所以這個就變成2了 這個就變成有問題 那當然上面這個也有問題 那我們從對這個 各位要把它注意一下 我們等一下調整了 這個上面這個A所在的位置 這個A所在的位置就是這個 這是對應的 這個A它所在的位置 相當於這個 就是我們從下方往上看 第一個有問題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我們要調整的 所以按照我們的這個範例 我們訂閱它的這個 是這個 那這個呢 就代表 就是我們上面這個 示意圖裡面這個A 好 好 那我們看看上面這個示意圖怎麼看 原來這個tree還沒有增加的時候 這個是BAN值的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原來這個tree的樣子 那我們也把這個值 它的這個BAN值的值 到底是多少嗎 寫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VL就是 左邊的 左邊的tree 這個H代表它的高度 各位 要把它洗一下 這個下面這個H代表它的高度 那這個VRA就是 右邊tree的代號 那這個H也是當它公平的 好 那左右的高度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值 這個BAN值的值是0 左右相近是0 好 再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AR的tree 它的高度是H 高度是H 那你的左邊 這邊有一個H GFH 再加上這個V這個點 再多加1 所以左邊-右邊 就是正1 左邊多了一個D 所以左邊是H加1 然後右邊是H 所以這是正1 那今天假設 你在這個的左邊 再加入新的點 這個方式就是我們剛剛的方式 在這邊再加 加入一個新的點 那加入一個新的點的話 你的高度就從H變成F加1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的這個V這個地方 它們還是加1 這個呢 就相當於是這個一樣 它是加1的 正1的 但是上面這個的話 正2就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正2就是剛剛我們這個方式 這個正2這邊有問題 那更三方可能還是有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說 那這個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要怎麼辦 好 怎麼辦呢 我們只要做一次 right rotation 向右旋轉 你只要做一次向右旋轉 那就OK了 那怎麼樣向右旋轉呢 就是這個tree 這個是我們tree 在這個sup tree裡面的root 這個地方我們就把它轉一下 把它轉一下 轉一下的時候 就是你這個V就向上 這個A就逛右邊降下來 所以V就上去了 上去跑到這邊來 A就整個降下來 所以就降下來 上去就降下 那上去降下來之後 你有些上去的位置要改 要修正一下 這個V的左邊 這個是VL都沒有問題 它的高度能量是H加1 新增加力量高度是H加1 然後A的右邊能量是AR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一個呢 是NR這個VL 這個sup tree 你現在要挖什麼地方 那我們要記得 我們這個tree 基本上 它是一個mine searchtree 那如果你是一個mine searchtree的話 就代表你的in order 這個順序追出來的時候 它是排好順序的 所以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tree 或者這個tree 你加入一個新增加點的時候 你的順序是 先一個mine 這個sup tree裡面 把動說的東西都追蹤完畢了 再過來是mine in order 記得in order就是把 法路者放在中間 所以快快是一個mine 再下來是VR 這個 最終結束了之後咧 再過來就是這個A 最後是我們右邊的這個AR 所以你用in order 你用in order的概念去把它 追蹤出來它怎麼這樣子 就是in order 經過旋轉之後 經過旋轉之後 它的in order還是要保持不變 這個是我們推的順利 所以旋轉之後 你的in order 很少掉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對這個V的root來講的話 左邊這個V也我要先做 先把它追蹤出來 再過來是root這個V 接下來我們的右邊這個sup tree裡面的A 左邊 A的左邊是VR 再過來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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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旋轉之後 跟我們這邊的旋轉之前 你的in order順序是一模一樣的 in order順序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再過來就是 我們如果看我們mine 設計區的特性 就是左邊的比較小 右邊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A的左邊這個m 是比較小 這個在我們這邊大家都講 它比較小 然後再過來這個VR 這是比較大 所以這個VR是介於這個V跟A之間的 VR是介於A跟V之間的 再來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它比V這個還要大 這個VR這個比V還要大 它在右邊 比這個A還要小 它在左邊 所以這個VR也是一樣 介於A跟V之間 所以經過一次旋轉之後 那你會看到 經過一次旋轉之後 我們再來計算一下 它們這個有問題的地方 這個A 這個掃去是A H加1 右邊的V的 看到右邊的它的掃去 也是H再加1 所以V的Band Spectrum 就變成0 那我們看到A A的左邊是H 右邊也是H 所以A也變成0 經過一次旋轉之後 原來有問題的這個A 因為原來有問題 經過一次旋轉之後 你的A跟V都沒有問題了 它的這個 Valance的值 都變成0 都沒有問題了 所以經過一次旋轉之後 它就OK了 那在下我們就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疑問就是 那你的這個更傷亡之一個 更傷亡之一個 要不要旋轉 那我們告訴你說 不用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只要經過這個一次旋轉 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這邊特別標出來的 在還沒增加之前 還沒加入這個新的 這個可能是這個之前 你的這個整個 A 以A為路德這個Sup3 高度是H加2 換句話說 假設你這個上方還有點 再看你這個Sup3 它看到的高度是H加2 旋轉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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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上方當然 這邊還是有一樣 位有一個點 你看到你這個Sup3 它的高度呢 那是H加2 好 這個H加2是 還沒有增加新的點力量的情況 這個H加2也是 增加新的點之後 在旋轉的情況 那什麼意思 從更傷亡的地方來看的話 你這個Sup3的高度沒有變更啊 都是H加2啊 那基本上都是H加2 就是你原來上一次 在還沒加點0b的時候 這變成的值啊 到這邊當然是一樣的 因為它的看不到的區標不是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方例 就是你在這邊齁 以A為root 這就是A為root 這個地方我們把它向右旋轉 這個向右旋轉 向右旋轉之後就變成這個 就是 這個 AAPL 然後AAUG MA 就變成這個 那先右旋轉之後呢 這個MAY MAY這個 它自然是平穩的 它沒有問題 它沒有問題 所以 你看這個MAY這個 原來就是正1 原來是正1的 沒有加進去 沒有加這個之前啊 它的左邊就是2 左邊是2 右邊是1 所以它沒加這個之前啊 它原來就是正1的 你現在加進去之後呢 你的左邊弄來是2 右邊弄來是1 所以 對它來講 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AAPL 所以這個特性啊 就是 當我們有一個地方 看到有問題的時候 把它旋轉之後 就不會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A是什麼問題 我們從這裡往上看 第一個產生問題的地方 那個叫做A 第一個產生問題的地方 叫做A 然後我們就把 以A為LUT的省序啊 把它旋轉一下 讓它沒有LUT 好 所以我們再回到 我們剛剛前面這一頁來看一下 齁 就是 我們這裡是 這個 這一段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要新增加一個點字的Y 要新增一個點叫Y 然後這個 這個A 是最接近Y的 ANCY ANCY 就是它祖先 最接近Y的祖先 然後呢 它是變成這個正負二的情況 就是 換句話就是 從這個Y往上看 最接近Y的地方 會變成正負二的那個點 我們稱它叫做A 所以從這裡往上看 最接近新增加這個點叫做Y 最接近的就是這個 上面還有喔 上面還有正負二的 這邊也有正負二的 但是最接近的是這個 這個點我們稱它叫做A 所以這個情況我們就是做一次 Ride Rotation之後 那這個就OK了 雖然我們一共有四種Location的方式 可是如果你這個 這個Ride Rotation這個 聽完弄清楚了 其實剩下三個就很簡單 那但是呢 各位我們要 你可能要稍微寫一下喔 這個LL這個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左邊的左邊 所以你加進去的地方是 左邊的左邊 記得喔 這個產生問題在什麼地方 在A的左邊的左邊 產生問題的地方是在 A的左邊的左邊 你加進去的這個 是在左邊的左邊 左邊的左邊加進去的時候有問題 它的Ride Rotation 是Ride Rotation 這個不要困你喔 加進去要左邊的左邊 但是你做的Ride Rotation 是向右旋轉 那其實我們用一下這個概念 會知道 因為加進去左邊的左邊 所以左邊的左邊 就變得比較長啊 所以你把它向右旋轉就好 這個其實Logic很容易推的喔 向左邊加進去左邊就變得比較長 所以我們要應該向右旋轉 所以經過一次Ride Rotation OK啦 好所以咧 這個我們的未來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有時候會說 這個叫什麼喔 LL Rebalance Rotation 這個LL Rebalance Rotation 你不要把它解釋是 向左旋轉喔 不可以像 不可以把它解釋是向左旋轉喔 這個LL Rebalance Rotation 的意思是 它加進去的位置是在左邊的左邊 所以 真正做的旋轉是向右旋轉 所以這個是 LL齁齁齁是 不代表它的旋轉的方向 是代表它加進去的位置 向右旋轉代表它旋轉的方向 這塊就是這個RR的Rebalance Location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方形 假設你在這邊加入一個新的點 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也是要看一下 這個November的左邊是0 右邊是1 所以它是負1 左邊-右邊這個是負1 這個November的左邊是0 右邊有兩個 所以它是負2 所以從下面我們上看 第一個有問題的地方 這個真負2這邊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上面這個圖的A 這個就是我們上面的圖的A 那你下進去就對了 在右邊的右邊 現在你這個 這個是右邊的右邊 所以我們這個示意圖也是一樣 你先將進去就對了 右邊的右邊 右邊的右邊 就是這個 新加進去 那你當然這個已經 這個原來已經是負1 原來如果不是負1的話 不會有問題 原來是負1 你現在右邊又多加一個高度進來的 它才會變成負2才有問題的 負1如果變成你也沒有問題的喔 當然負1不可能變成2 不能變成1 負1可以變成負2 也可能變成0 變成0是不會有問題的 我們現在談的都是有問題的 好 那所以你在這邊增加一個 那跟剛剛的這個 LL的概念類似的 這是RR的概念 那你這個什麼 右邊的右邊太長了 太高了 所以呢 我們就是向左邊選擇 所以就是把這個喔 向左邊選擇 那你這個向左邊選擇 那你這個向左邊選擇 那這個概念跟剛剛是類似 你的這個IOD不能改變 所以呢 這是AL A 然後再過來是VL VVR 做完之後一樣喔 AL A VL VVR 那同樣的情況 你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重新看一看 它的這個左右的高度差 那這是AL 這是VL 所以這個高度它是0 然後再過來看一下V的話 左邊這個是H加1 右邊是H加1 所以這個是0 整體的高度能量是H加2 還沒有還沒有印射之前 跟現在印射之後 它整體的高度是H加2 那也是一樣的高度就是 你把這個旋轉往B之後啊 那剩下的部分 不用再改 就對了 那下面這個範例就是 你在這個地方 在右邊的右邊喔 那我們就把這一部分向左旋轉 這一部分 把它向這邊向左旋轉之後呢 那剩下的部分就一定會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範例 這個就是我們的範例 好 再下來喔 再下來就是這個 L R 這個情況就是 先左邊再右邊喔 好 好 那我們也一樣來看一下這個翻例 在這邊加進去 然後使了這個 這個加進去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是在左邊 然後右邊 這個是在左邊 然後右邊 在左邊的上去 右邊的上去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就我們的所謂的 在左邊的右邊的上去有問題 那這個妹就是這個 我們上面這個翻例裡面有個A 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的式音符 所以這個牽涉到這邊的點就比較多一點 那一開始 在這邊還沒印射進去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狀況 那C的話左邊是H-1 右邊是H-1 這個C這邊OK 沒問題是0 然後對於B來講的話 左邊是H 右邊是H-1 再加這個1 那就一樣 高度一樣 所以這個是0 對於A來講的話 左邊是H加1 右邊是H 所以對於A來講的話 左邊-右邊是正1 這個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在這邊加1是新的 那對於A來講的話 對於A來講的話 左邊變成H加1再加1 那就是H加2 加2個啦 那右邊只有H 所以這個A的話就變成正2 那這個是有問題的 那對於A來講的話 這個加進去再在什麼地方呢 在它LR的位置 LR的方向 就是它的左邊 右邊這一塊 它的左邊還有右邊這一塊 好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OK 這個Rotation是需要Double Rotation 需要Liam的Rotation喔 所以就是這個喔 先做Liam的Rotation 那這個Liam的Rotation 它的範圍怎麼樣 是以V為Root的Subtrip 所以就是做這一塊 先做這一塊喔 先做這一塊是向左邊旋轉 所以呢 向左邊旋轉的話 這個C就上去 V就下來喔 所以我們把這個 向左邊旋轉這一塊 先把它畫一下 這個在我們的這邊 因為這個直接是答案了 通過這個過程沒有寫喔 所以各位把它畫一下喔 這個是C喔 然後左邊是V 左邊的V的左邊是VL V的右邊是CL喔 然後這個是CR 這個是這一塊 向左邊旋轉 那簡單說 直接加一個情況 剩下的部分 這個還沒有改喔 這是A 然後這個是 這是AR 如果你心中沒有很強的喔 最好我們能夠把這個 把畫一下 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經過 經過一次的 向左邊的location 以V為root的這個substream 向左邊location 之後咧 就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拜託各位 把底拿起來 動一下好不好 好 好那是第一個階段喔 再下來第二個階段 再把這個 再把這個trane 以A為root的這個substream 向右旋轉 所以 向右旋轉之後咧 這個A又掉下來 C再往上升 就走到這裡 從這邊 看到這裡喔 就是你這邊 向右旋轉 A下來了 C就上去了喔 好 所以咧 這個C上去之後咧 剛剛的這個CR這個喔 就變成A的左邊的這個substream 這個CR 對V來講的話沒有變更 V的這個部分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就是 這一個向右旋轉之後 就得到 好那 旋轉力之後咧 我們也是在檢查看看 那這個 這個高度差是怎麼樣的情況 對V來講 左邊右邊 都是H 所以這是等於0 沒問題 對A來講 左邊是H-1 右邊是H 所以呢 H-1 H 左邊-右邊是得到V2 對於C來講 左邊是H加1 右邊呢 是H加1 永遠都是看那個最高的那一個 是H加1 所以 對C來講也是等於0 好 再過來我們看整體的高度 原來的整體高度呢 看這個 H加1再加1 就是H加2 這是原來的整體高度 旋轉之後的整體高度 好 看這個 這個一樣喔 H再加1 再加1 再加2 所以也一樣情況 旋轉完畢之後咧 它的整體高度是不變的 那整體高度不變的話 就跟我們前面講的概念一樣 就是你在這邊轉完之後咧 它更上方的不用管了 因為它看到下方的這個高度沒有改 好 所以咧 我們以剛剛的這個概念 以剛剛的這個概念 這個LR的旋轉 這個LR的旋轉就是 剛剛這個概念就是 你這邊往上看 這個地方是有分別的 那所以牽扯到這個 要旋轉的地方就是 這三個點是牽扯到旋轉 那我們這個 這個 旋轉幣就長那樣子 這個要先向左邊旋轉 這個 這個部分喔 以下這個部分就先向左邊旋轉 做完之後咧 再把這個LR再向右旋轉 最後得到就是這個 那 一樣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如果還沒下進去的話 我們看這個高度是1 2 3 3 高度 這個旋轉幣之後 你是看高度是1 2 3 所以 如果你這邊上面還有點 那你看到你的高度是沒有改 所以這個是LR的旋轉 好 那另外一個叫做RL的旋轉 我們在這裡就沒有取算力了 那 概念是跟這個類似的 就是 你加進去的地方是在 右邊的左邊 就是有問題的地方 右邊的左邊 那這個我們在這邊去翻例 好那最後咧 我們在這邊再做一次這個 我們的資料結構的一些結論 記得啊這個資料結構最大的目的齁 這些我們這個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要做search 想要做deleteer 想要做映射 那我們再處理資料之後 這基本上是最簡單的這個三個基本功能 任何一個網頁的資料 你都要去搜尋它 這個如果離開學校的 畢業也好 退學也好 你要從資料把它刪掉 入學進來的 轉學進來的 我們要增加進來 所以你的這個任何的資料的 這個儲存 你的目標最基本的三個就是這三個 齁 search delete deleteer跟insert 那我們來看看 在不同的資料結構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複雜度到底什麼樣的情況 那我們最簡單的是array 那當然在這邊講array的話 基本上要把它sort 沒有sort的話 那個效率都不太好 因為insert跟deleteer這種事情 比較少發生 常發生的是搜尋 那所以呢 這個基本上我們就是要那個搜尋 要能夠快一點 好 那你如果是 array是排好順序的 你要做搜尋 那你要做搜尋的話 你用minsert就可以了 所以是logn的時間可以做到 假設你直接知道它是第幾個 你array什麼 a括到k你就知道了 dk一個 那a括到k 那你立刻拿到orderone 但是因為 你這個資料是排好的 所以如果你要delete 你要delete 那你就 可能你能foment的資料 一個一個往前搬 你能夠才能把中間的模擬 先把它刪掉 所以你要花orderone的時間 即使你知道你的位置 dk要刪掉了 你後面的資料也是往前搬 一樣的orderone凈k 那你insert勒 一樣齁 insert就是 你要把模擬加進去的 你加進去的位置 加上好位置之後呢 你要把資料路邊又往後搬 都要orderone的時間 再過來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linked list linked list的話 你要射取x linked list沒辦法做mine射取 要記得啊 即使你的資料裡面是排好順序的 你都不能做mine射取 好 那這個你要搜尋的時間 就要orderone的時間 就從頭到尾把它找一遍 如果你要說 我要知道這個linked list裡面dk個 dk個你也沒辦法直接找dk個 因為它是 這一個之後呢 有下一個 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 所以我要知道dk個怎麼辦呢 就從第一個 第二個到dk個 你要把orderone的時間 不過linked list還有一個投訴 你要刪除資料很快 delift 那個是要刪掉之後呢 附近的這個指標啊 改一下就可以了 不必全部都動 所以這個orderone就做完了 那你如果要刪除dk個 你要做dk負之後 才能夠把dk個把它刪掉 如果要印射x 加進去指標改掉就可以了 最後就是我們最後剛看的avl去 avl去就是 取得這些的平衡點啊 取得這個平衡點 就是不管哪一個動作 你都是發dk的時間 你要搜尋x 你要搜尋x 你要印射x 都是發dk的時間 所以這是什麼 等於取得我們的sort 的array 跟linked list之間 兩者的平衡點 所以它每一個都是 保證在dk的時間換成 那這個是以上 我們剛對於 對於剛剛avl去的一個 簡單的結論 就是 再下來 我們要介紹第二種 有效的這個tree的方法 第二種 那第二種這個tree啊 當然比前面的第一種 這個avl tree 要更複雜 這個 那這個 red的black 紅黑數 red就是紅色 black就是黑色 所以翻譯成中文就非常簡單 就是紅黑數 red的black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tree在這裡 這個當然是一個 mine set tree 每一個點 如果以它為路德來看的話 左邊的指都比較小 右邊的指都比較大 所以這個可以做 做設計的 然後呢 我們在 tree的live node的下方 再增加一些方型的node 那這些方型的node的話 就是 我們在這裡 我們稱它叫做 extended mine set tree extended 是擴充的意思 這個是擴充的 extended 擴充的 我們在擴充一些 外部的節點 那這些是我們外部的節點 我們在擴充這些節點 這個叫做 extended node 外部節點 那當然這個外部節點 事實上它是不存在的 這個資料找到 你找不到的 這個下面是沒東西的 但是我們為了比較 這個方便來說明 我們這個tree的架構 所以我們的概念上面 就會說 有一個叫 有一個東西叫做 extended node 事實上它是不存在的 好那我們要介紹這個 red black tree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要 對這個點 或者對這個邊 突一聲 好接下來如果講義 你的講義是黑白的 你就看不出來了 如果你講義是彩色的 那你的東西就是彩色的 你就沒看到色彩 我不曉得各位靈光的這個 講義都是黑白的講義 還是一樣 有輕重緩集 有輕重的 比較輕的就是紅色的 比較重的就是黑色的 所以你要自己把它 標一下 這個同黑處 有輕有重 比較重的是黑色的 比較輕的是紅色的 好 那這個我們要把這個諾文把它 定顏色 這是我們定顏色的方式 這個規則在這裡 第一個規則 root 跟extended node 都是黑色的 所以root是黑色 extended node 就是正方形的那一點 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我們把它弄成黑色 第二個 任何一條路到我們的 live node 任何一條路 這邊live node 其實這邊講的是 extended node 任何一條路到extended node 都不會有連續兩個紅色 任何一條路這樣下來 不會有連連這兩個紅色的 黑色不知道 像這個的話 這邊是黑色 這個也是黑色 黑色可能連續兩個 紅色不會有連續兩個 第三個 那就更重要了 第三個 任何一條路這樣 這樣下來 你所看到黑色的點 數量都一樣 任何一條路上面的 從路的往下看 黑色點的數量都一樣 所以可以看到 從這裡到這裡 一共有三個黑色 一二三 從這裡到這裡也三個 從這邊到這邊也三個 從這裡到這裡 一樣三個黑色點 所以如果你這個 路徑比較長怎麼辦 我們中間就加路一些紅色 那紅色也不用加太多 為什麼呢 因為不可以連續兩個是紅色的 所以現在感覺這個水 還是一樣喔 左右的高度不能差太多 畢竟你的黑色是一樣多 紅色也不能連續兩個 所以紅色會比黑色還要少 紅色會加入在路徑比較深的地方 但是紅色不能連續兩個 你變一個黑的 你變一個黑的 才一個紅的 紅色比較少 所以你的水 就不會 高度不能差太多 就不會差太多了 因為你這裡面 加入的紅色不能開光 所以你左邊的高度 跟右邊的高度 不會差太多 所以基本上 它也是一個高度 要能夠平衡的 好 那我們剛剛的這個定義 是在Nord上面給它定義 下面這個定義呢 是在Edge上面給它定義 或者叫做指標 我們在講資料結構的時候 我們講的是指標 我們如果在講圖形的時候 講的是Edge Edge就是連線喔 那這個Edge然後這個字 也有人叫做編 編 或者叫做連線 再有資料結構的就是指標 那你也可以把 把這個連線圖顏色 那圖顏色的方式就是 把剛剛那個點啊 剛剛那個點如果是紅色的 我這個邊啊 指向它的邊就是紅色的 我剛剛那個點如果是黑色的 我就把它指向那個邊就是圖黑色的 所以你就是看一下 你要講的是點的顏色 還是講的是邊的顏色 都可以 概念通一樣 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 第一個規則 就是剛剛那個路的是黑色的 第一個規則 以外 指向我們的 external node 這個也是黑色的 因為 external node 本身是黑色的 所以指向這個 external node 那個邊是黑色的 這個指標是黑色的 這個point是黑色的 再來第二個 一樣喔 任何一條路下來 不會有連續兩個紅色的point 就是因為你不會連續兩個紅色的點 所以這個指標當然不會有連續兩個紅色 黑色的肯會幾個 這邊一個這邊一個連續的 黑色肯會 再來第三個 跟剛剛一樣的道理 你從路頭往下看 你從路頭往下看 你的黑色的point 數量 每一條路都是一樣 這邊往下看的話 你的黑色有兩個point 從這邊往下看 你也是兩個point 或者 所以這個定義 就是奇子科定義 跟剛那個 Mode圍圈的定義 是一模一樣的 這邊總共是把它變成 我們邊的定義 那接下來 我們這裡就有些性質 这个最重要性质 这个性质在这边 就是任何一条路上的长度 跟另外一个Q的长度 这两条路 长度的差 它不会超过它的两倍 它的高度差 或者它的长度 不会超过它的两倍 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任何一条路 都不会比另外一条路长太多 最多是它两倍而已 at most 的是它的两倍 不会长太多 这个Lens 代表必须 就是这个 Lens 就是你有几个边 这个Lens 就是你有几个边 那这个Lens 最多是不会到两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Tree 刚刚这个Tree 如果你看左边这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就是你的这个也跟我四个边 所以左边就是 其实四个 就等于是我们这个 左边这个Tree来看的话 你Tree的高度等于四了 有四个边 那你看这个四个边 那比较矮的 比较矮的是这个 有两个人 就是右边都是比较矮的 有两个人 那我这四个人 我最多是你这个两倍 那怎么证明这件事情 非常单纯 因为我的黑色的点啊 或者叫黑色的边点一下 两条路是一样多的 黑色和两条路是一样多的 那比较长的这个呢 我中间可以加入一些红色的 可是红色的一定比黑色少了 为什么 因为红色不可以两个连在一起 红色不可以两个连在一起 所以红色的点 或者红色的边 一定是比黑色的还要少 所以这一条路上面的 这一条路上面的红色的 会比黑色少 那因此呢 这一条路 整级的比较长这一条路 跟比较短的这个比较 那我最多是两倍而已 最多就是红色跟黑色的一样多吗 最多是两倍 好 所以这个下面的这个证明 就在讲我们要的这个事情 就是 每一个红色下面一定是黑色 红色可以连续两个 所以 每一个红色下面一定是黑色 那因此的话 因此的话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每一条路 它的长度 你应建议这个R到2R之间 R代表这个黑色 黑色的这个 R代表黑色的这个边的数量 就是这边所谓Ring R是代表黑色的数量 那你的每一条路 最多是R到2R之间 因为你 因为你 红色不能超多R 那就是2R 第二个 那这个Tree的高度是有多少 这个维码这边 就是 谈到这个Tree的高度 那Tree的高度 就是看C 这个Tree的高度 所以这里面的重要结论 就是C这个结论 这个Tree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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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Tree的高度是多少呢 H小于等于 2倍的LogN 所以Tree的高度 最多到2倍的LogN 那这个也是做什么保证 那我们知道说 将来我们要做印算的时候 你找了这个Tree的高度 是要花多少时间 要到最多到2倍的LogN 好 那当然这个 这个证明 这个也是一个 简单的证明 就说这个Hr H小于等于2R 这个前面刚刚说过了 这个R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Rake Rake就是 你的黑色的边 W的K 那 刚刚H3是小于等于2R 就是 我们的黑色的边 再加上红色的边 最多就是2R 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 就是你的点的数量N 代表你全部点的数量 N代表我 Internal Mode 全部内部点的数量 那这个会大于等于2R-1 这个会有这么一个性质 那就是你把它夹着全部都黑色的 全部都黑色的 那你就是2R-1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红色的 所以就会有这么一个性质 然后把这两个留在一起 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 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的红黑素的高度 高度代表红黑 代表未来我们要操作的 这个时间固扎路 就是这个 最多是2倍的LogN 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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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结果在这里就是 你的这个 红黑素的高度是 2倍LogN 那因此呢 你要做摄取 要做insert 要做delete 你所需要的时间 都是LogN的时间 好 我们在这边就先下个休息